那接下來的話來看一下那個剛剛的頁面 我需要把頁面呢當然做一些安排 裡面的話大概就是 各位可以參考那個完成畫面裡面 就把那個需要的頁面資料放進去 那包含就是說呢 完成的首頁大概長這樣子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上面就放一張圖 這個圖的話呢就是那個Logo 然後呢底下的話就是放一個導覽列 這個叫導覽列 不過特別注意這上面都是頁首 下面就是body 因為它沒有頁尾 所以這個底下沒有 OK 然後我們其他的頁面資料的話 就分別把什麼上面的標題放上去 那底下的話呢把它做成項目清單 並且增加一個也許按鈕吧 下一頁下一頁 然後一個回上一頁的一個按鈕 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呢接下來我們把剛剛的東西布局一下 第一個上面的頁首部分 可以把它刪掉好了 因為這個是主頁嘛 第一個是主頁 主頁裡面需要一個Logo 把Logo丟進來 OK它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這個圖就過來了 OK 然後你可以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沒關係 大概縮小或放大你可以再調整 或者是將來呢 如果你有一張需要放的圖啊 你自己再去做一個截圖啦 寬度可能不要這麼寬喔 OK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說呢 我需要把Data裡面的資料 包含就是最新消息跟底下的資料 分別放過去 所以基本上喔 就複製貼上而已啦 最新消息Ctrl C 切過來之後的話把它放在頁首 內容的部分呢 就放它下面的東西 把內容部分呢把它 那貼上之後的話記得喔 再把它選起來 下方有一個什麼 項目清單 把它改成項目清單 那所以一樣的動作喔 後面的話都一樣 新書登場 所以底下會有三個頁面 頁首跟底下的東西 分別把它放過來喔 其他動作我想都一樣喔 所以分別請各位把這個 三個頁面的資料 把它完成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處理什麼 這個上面的這個第一個頁面 假設底下都做完了 再來的話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喔 把那個頁首的部分喔 特別注意喔 做出來呢 你可以看一下雲端上面的完成畫面 示意圖 長得像這樣子 不過 因為圖好像原來是白色啦 不過放過來好像因為它透明圖 所以底下變成黑色是正常的喔 那我們第一個先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怎麼做出來的 這個叫導覽列 那導覽列呢 特別注意喔 這個要做導覽列是這一 這個題目裡面最難的一個部分喔 所以等一下各位要有點心理準備喔 導覽列是最容易出問題的 因為之前喔 有同學一直都在問這些問題 然後 都問一樣的問題 因為可能有一點點不專心喔 分審了之後就忘了哪個步驟 沒有跟我做一樣 那就做不出來 所以 特別注意喔 以後面的動作呢 是這一題最困難的點 如果這個部分你做得出來 我想後面應該都很簡單的 喔 OK 這個叫導覽列 導覽列 實際上它叫NetBar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這個導覽列 而且其實在手機裡面 我想應該每次手機 你應該App裡面都有這個東西啦 那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在這個內容 不跟正一下 應該是在Title的地方喔 那個NetBar呢 我們是放在Title喔 所以不要放錯位置喔 請你放在這個圖的後面 圖的後面 第一個喔 然後請你在上方這個工具列 本來是追溃模板 切到板面 請你把板面的地方 找到第一個 DIV 也就是說我希望 我第一個游標放在圖的後面 插入一個DIV 特別是要插入一個DIV 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好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喔 請你再做第二件事情 這個DIV 它現在有那個選舉區域啦 不過這些字 等一下會刪掉 會需要刪 不過在刪掉之前的話喔 請你把這個DIV有沒有 把它改一個 改一個什麼 改一個它的 叫做角色 因為這個DIV 它扮演的角色喔 就是NetBar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的角色 插入之後的話 記得喔 切到 那這個有點不太好找 等一下特別注意喔 切到那個標籤檢視器這邊 就是在CSA樣 是這邊喔 切過來 那標籤檢視器 我們會需要用到 因為我剛剛講過喔 在那個標籤檢視器裡面呢 它有一個類別 不 它有時候這個 怪怪的 你把它捲一下 它有一個類別 那個年輕人 它做的喔 那它幫我把它 歸類在這裡 其中有一個 我要設定它的角色 你把它加號 展開來 裡面有個叫 DataRaw 所以你往下找 它Data 剛開始說Data 底下的話 Dash 再加一個Raw Raw 這個角色 這個Raw 這個喔 然後呢 你把它選 找到之後 因為我要把它改成Netbar 所以特別注意喔 插入一個 DIV之後 直接就在這邊找一下 把這個改成什麼呢 改成叫Netbar 所以你點擊旁邊 會出現下拉清單 其中有一個叫Netbar OK 這個就導覽列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的DIV就變成什麼呢 就變成導覽列了 那你可以看到喔 這個地方會多一個叫 DIV的DataRaw DIV的DataRaw 等於Netbar 它自己會幫你寫上去啊 當然將來如果你要自己打上去 也沒關係啊 不過我覺得在這邊 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OK 第一個 把插入一個DIV 改成Netbar 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的話呢 請你在現在它插入的這個 這個選取區域裡面喔 放入三個資料 哪三個資料 新書登 最新消息 新書登場 跟認證課程 那也許你可以直接在這邊做 直接作業好了 把它複製一下 因為我把它三個複製在一起喔 然後切過來 把它貼上去 因為我這個地方的話 是要放這三個東西 再把這三個資料怎麼樣 記得把它選起來 然後改成什麼 項目 項目清單 不過你會發現喔 從文件檔過來的東西喔 它好像沒有辦法做完整的項目 所以請你把它Delete掉 再Enter一下 它才會多下面的段落 好像它不會產生段落喔 所以呢 記得喔 這個可能要再重新Delete掉 讓它前面都有小點喔 OK 特別是要Delete掉 Enter一下 好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喔 就完成了我們的NetBar 不過你在這邊看起來好像看不出來 我建議你可以切到哪裡 要不就是在瀏覽器中的IE瀏覽器 要不我覺得還有更簡單的方法 按下即時 這個即時的意思就是說喔 你要馬上看到效果 按下去 欸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它已經幫我放在上面了 可是離我們要的喔 好像還有一點距離 為什麼 感覺好像 怪怪的 這個沒有辦法跟我們要的結果 完全一模一樣 那裡面還少哪一些 第一個喔 特別是喔 加入項目清單之後的話 請注意喔 將來我要點擊它 要必須連結到Page1 點擊它 要連到Page2 也是類推 所以怎麼樣呢 請你把最新消息下面一個連結 把這個連結喔 改為什麼 項Page1 意思類推啦 就是底下的東西呢 一樣怎麼樣 把它改一下 選它就可以啦 選擇 然後這個複製一下 選它這個連結到Page2 這個連到哪裡呢 Page3 記得喔 連結的前面喔 請加一個項 其實這個跟那個之前講的那個什麼呢 書籤有點像喔 OK Page3 好 Enter 這個時候再切過來即時 看一下 有沒有 感覺好像比較像一點 而且點擊進去會不會最新消息 也會耶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它基本上呢 就可以連結了 但是呢 好像還差什麼 還差兩個 一個是 跟我們最後要的喔 還差顏色 跟上面那個圖啊 有沒有 那個小icon 所以呢 再來的話呢 icon要怎麼做 我想 按部就班好了 應該到這裡 各位應該 記憶體已經滿了 所以我想 飽和了 蛤 蛤 什麼 有點太過了 OK好 那那我再把重點 重點回顧一下喔 其實如果你做熟了 大概就是差不多這幾個動作 第一個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 一 插入一個DIV 第二個的話呢 在這個標籤的地方 找到那個Data Raw 我特別注意喔 這個不要找錯了喔 Data Raw裡面呢 你就會有一個叫做Netbar 這個地方 所以你特別注意 找那個Data Raw裡面的Netbar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導覽列 再來的話呢 把這三個貼上去啦 或者你自己打上去也可以 然後呢 把它做成項目清單 再來做超連結 就完成了 OK 那你可以把它 及時一下看一下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喔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真的 這一題裡面最難的 而且要記的東西 還特別多喔 所以你要一次全部做完 沒有錯誤喔 是有點難度啦喔 沒有錯誤的 我們可以在這裏 也要放下 我們在這裏 我們要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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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走啦